好 欢迎 欢迎每一位 我们先一起祈祷福祉的生神来到我们中间 祈祷福福祉的生神 好 生爱的天主 我们兄弟姐妹聚在一起 再给你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派遣你的圣子耶稣来到我们中间 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份子 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 更亲近你 请你继续浅太你的心弦 现在来到我们中间 来到我们每个人心中 打开我们的心门 给我们你的天上智慧 让我们能够虚心地 接受你的真理 你的教导 还有我们圣人们的 对我们的启发 我们的祈祷 好 因主耶稣的名 好 今天你们有看到那个小德兰 对不对 为什么我要讲他呢 你知道他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10月1号 1月2号 快到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应该来1月2号他的生日 他的节日是10月1号 对不对 可是他的生日是1月2号 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 有两位姐妹 一个兄弟 第五章是明次要先跟我们分享 第六章是梁正 那我们先请明次来跟我们分享第五章 好 我们现在开始 我进行导读 第五章 军求之灵和智慧 布莱恩·罗瑞在意大利圣吉米·纳洛 建立奥斯丁团体 他在一次必经中说到 大部分人都很熟悉 赛奥斯丁归于天主之前的诗基 但是他对归于后者的生活反而不清楚 基本上他这段话 重点就是说 有人说过 浪子和圣人是两个极端世界的云 但是圣奥斯丁一生既走过浪荡 最后也惑然沉迅 第二段 在西元三五四年之前 奥斯丁在一个非洲的塔甲斯特小村出生 小的时候母亲没有让他正式的领起 只在他奥斯丁花了一个十字项的圣号 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表居 他提许他还算有一个基督徒的样子 成天以后 虽然他经常批评母亲的宗教信仰 但是对耶稣始终保持尊敬的态度 有一句圣经上的话 他说 我还在你还没有在你母胎成型的时候 就拣选了你 也就是说可能 蒙秀主耶稣天主所拣选的人 大部分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在圣奥斯丁的自传《残悔录》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想挣脱众多捆绑束缚的灵魂 他在内心的世界里 所总过的每个步伐 都全身若映出对天主的渴望 但是他又一次一次的拒绝 踏上天主的大陆 就像书中行所写 就是那无足的行使我走上其路 那圣奥斯丁大家都知道 他年轻的时候很轻狂 但是呢 而成年以后他的试验非常的成功 但是工作上的成就 反而让他的内心深处更不快乐 追求肉身的满足 追寻真理、智慧跟天主 在哪心中真在不已 那这样的一个内心的交战 会使他心里交瘁 那圣奥斯丁他是一个天不一名的学者 他也非常的聪明 那到各地公开演讲 获得许多的赞赏 他学习法律和哲学 并试制成为教师 他先在家乡教书 后来去了加泰基奔罗马 成为一个优秀协出的一个教师 他在30岁前夕搬到米兰 当时的罗马帝国中心 他非常的忙碌 他获得了名利财富 他积极引引到处奔佛 圣奥斯丁说 这个是他精神生活里面最黑暗的时期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 受到了圣奥坡主教的影响 成为圣奥的转捩点 关他迫向而跟随基督的道路 圣奥斯丁的改变 方生于西元386年8月 包括母亲莫尼迦其儿子阿德奥拉夫斯 一起推移到乡间的小村落 就在阿尔卑斯三角下 他们建立一个小团体 过着和善永远的时候 中处祈祷互相讨论 也在葡萄园里面跟云修复 到了隔年军天 他们连回到米兰正记 并准备一起 这段话主要的重点是在于 我们要有火热燃烧的心 渴慕天主到我们的内心里面 成为我们的救主 一生的救主 同时我们也要有冷静 秉敬的一个心态 然后一直非常地很深刻地去反省自己 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认识重新的认识天主 也就是水跟火 也就是水跟火 如何能够融合在一起 那时候你就会成圣了 在复活节的前夕 圣安婆主教为圣奥斯丁分 他儿子跟朋友 没有压押地币实习 那个时候 上二十点 就离开意大利 回到佳祥 他的南北 北州 他和他的小孩 在那边找个地方为天主工作 在后来 在西方圆当地的基督徒德团体的坚持下 他勉强答应领袖神秉成为宣布 不久之后 又进选为主教 其后的适时典离 圣奥斯丁毫不停止得到各处传教 成为最伟大的传道者 他既是作家 颖修罪跟主教 他也是一个思想嘉宾 也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神学家 他的思想至今 能被天主教跟基督教奉为教 虽然圣奥斯丁喜爱独处 但是他认为 在取找天主的旅途上 最好有朋友结伴同行 即使身为主教 他在传教旅途中 一定和教会团体同住 在团体里 圣奥斯丁定会和大家一同用教会的祈祷文祈祷 但他也知道 不以言语祈祷的重要 祈祷到最深处 将不再需要言语 谢谢 谢谢 我们谢谢敏芝 来个掌声谢谢他 所以 我们现在就先请第六章 等一下有问题 我有要分享 再提出来 平安 好的 那我就是稍微整理一些 感觉可以报读的重点 再看 那 其实第六章 到一天你便知道我在附内 比如在我内 我也在你们内 那那一天是哪一天呢 在那一天之前 那在那一天之前 他尝试这样的听到我们 那到那一天我会看见 在这一天 我们可以更相信 所以我们可以在每一天都这样相信 那神信他会听到理解 无论我们多么复杂 自卑修恶美善光荣 他都会理解 那我觉得说我们这样的话 就可以活在最广阔的境界 因为天主就比我们内心好广阔 那而且他就住在我们内心 那对我来说 这个就会治愈我们的伤口 那即使伤口暂时没有办法治愈 却可以给人比治愈更奥妙更伟大的盼望 那就是关于永生的应许 在当下就发生了这个应许 那至于艾克哈有说到说 天主就站在你的心门 等着你给他开门 他有比你想象的还要来的他梦里 所以就是找到你的心门 打开他跟天主打个招呼 请他先来 那甚至在你请他进来之前 就先拥抱你 那在他内相信以前会好的 那最后是多玛斯写到的 你已沉默回应他们的不当祈求 但这间出现的却不是所祈求的什么 而是与你之间繁离的笑容 那在你内对自我的意识 与我内对你临在的觉察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蛮厚妙的一个感觉 就是在祈祷过程当中 你不是求得什么或是什么 而是祈祷本身就已经有一些距离的靠近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最美妙的事情 就是那个祈求本身 这样 这是平安 谢谢 两者 好 那针对这两章 有没有想分享或是想提出问题的 所以大家慢慢也更了解 天主在我们心中的重要 天主不只在圣堂 不只在大自然 不只在外面 很重要是在我们内心 那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意识到 天主在我们的内心 重重的反力 重重的障碍 他能阻碍我们 那这些 当时奥斯丁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他在他的心中找到天主 他也说 福言圣有言 对吧 那在福音里面 或是在圣人常常也讲 就是 天主住在我们心中 那如果天主住在我心中 我为什么还会孤独啊 还会空虚啊 这个就是我可以误问自己的 那就是可能有一些障碍在里面 或者我们太注重观念 而忽略了自己 往内去寻找天主 那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 我想误误看 因为大家可能都有收到那个 在群主里面 我帮了上一次 那个志伟弟兄帮我们录影的 我想看看你们 有没有人从头到尾看过 举手一下 不然的话等一下我复习呢 如果大家都看过 我就快一点 如果比较少人看过 那我就可能稍微补充一下 听过上次的 举手一下我看看 所以没有很多人去听 大概大家都很忙 那留者也没有关系 以后 后来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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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没有很确固 重新再记一次 重新再记一次 好 我再重新记一次 那 好 再讲小德兰的静观 之前 我们再把那个 十字肉望上次我们讲的 再补充一下 好吗 好 大家还记得 十字肉望 它 小时候怎么样 非常的贫穷 非常的贫穷 是吧 那 所以我们有讲过 那个童年 家庭背景 青少年 对不对 二十五岁之前 是吧 好 然后 然后 好 好 好 看一下 简单的看一下 所以爸爸 懂三个妈妈是家里 对不对 他是因为家里 家里是一个孤女 那爸爸呢 不管家人的反对 就是娶了他 所以跟妈妈很很爱 所以这个影响到 十字肉望 对天主的关系 所以十字肉望呢 一讲到天主 是讲天主的爱 很温柔的 你们注意到他的诗 跟天主的关系 这个爸爸妈妈的爱 彼此的爱 是影响很大 然后 然后他的哥哥也去世了 然后爸爸 在小 在十字肉望出生后呢 也去世了 所以呢 妈妈 你看那个十六世纪的女人 没读什么书 工作也不好找 那多辛苦 可是妈妈为了养他 他跟他的一个哥哥呢 他们家里呢 他怎么样 他有迁到一个地方 因为这个商业中心 可能比较容易找工作 对不对 所以十字肉望 他这么小 九岁开始就要怎么样 就要工作了 然后一直到工作到 你看他 即使九岁以后呢 或是十六十七呢 都是要工作 半工半工 我们现在讲是半工半读 很辛苦 但是他非常的认真努力 勤劳 是吧 然后在有名的大学呢 就萨拉蒙卡呢 念大学 就现在跟现在的什么巴黎啊 这些大学 那后来就是他入了会 对不对 他入了这样 莫洛会 然后呢 也祝生为神父 他非常爱圣母 这是我们上次比较谈的 是吧 大家都也记得 但是他在首季的时候 遇到了圣女大格兰 圣女大格兰 那时候已经开始怎么样 革新了 发现修会的问题 开始革新了 那他想 十字路旺想转到别的修会 那他当然劝他说 我们一起来吧 那十字路旺说 要快一点 他要快一点 革新 那这个上次我 大概我的数学不好也算错了 应该是几岁啊 二十七 比较大二十七 应该这样算起来 应该二十七嘛 然后后来他就二十四岁 二十五岁以后呢 这个就是他的 这个上次我就没讲 简单讲一下 这样比较有个淡念 至少追他 这里会讲到他 跟大德兰一起的 叫莫罗的革新 还有他是一个人灵的培育者 还有他坚衣风暴 诗人跟美丽的蝴蝶 稍微提过一点点 但是没有全部 比如说在1568年呢 在这个 瓦雅多利影修院呢 他开始怎么样啊 跟大德兰一起革新 那这个第一座革新修院叫 杜悟耶罗 那个革新他们的叫做什么 赤族加尔莫罗会 一种叫被赤族 赤族就是没有穿鞋 这是赤脚 那但是到底需要给他推荐啊 不然其他修女或神父也不接受他 所以你看他推荐来怎么写啊 我们一起念好了 虽然比较这只小 但我认为他在天主眼中是很大的 他具有深度的欺堂和智慧 那的确也是 因为外表的时候看不出来一个人 然后那个 他就开始创立了那个什么 想修会啊 然后也整顿什么 初学院啊 讲解营修生活 甚至有的时候有的指导者 讲的科普啊什么都太过分了 他都会帮忙 有机会你们去看到赤族生一方 我现在只是简单的 然后他也做过什么 雅加拉的首任的什么 学校的校长 修生的校长 然后在赤旅大德兰呢 第八座以修院创与阿尔邦 那他有协助大德兰 帮助啊 还有做修女的神师啊 告解神父啊等等的 所以这几年呢 算是说他在培育人力上是很 就是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那这个呢 就是他怎么样啊 被那个监禁了 对不对 上次我们提过他被监禁 也在这个时候呢 他的林歌的粗宝出现了 在监狱里面坐的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应该是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 那第三个階段 就是他出来以后呢 就是三十六到十七 七岁大概十年的中间呢 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工具 所谓完美的工具 他跟天主的结合 非常的亲密 他是一个静观 不是只有一个在外面 很行动的 没有 他是一个跟天主的 就是他的祈祷啊 他的静观 是他的基础 然后非常的有力量去 做他的使徒工作 那时候 帮助了很多人 匈女也好啊 你看匈女们那么多 或是神师 告解师父 还有校长 院长等等的 然后他的一些书 我今天有带来 你们大概可以传一下 可以至少看一下 我们说他的书都是什么 痴对不对 那就是修女或是其他人的要求 筑解 筑解 这四本大本我都不带了 可以传一下 稍微有带一下 那我今天就不再讲他的著作了 没有他的密切论 现在如果有人讨论神秘神学啊 或是密切方面呢 他的一定 不管是不是天主教的 他的一定是首屈一指的 那次我们有一个 要祈祝大德呀 五百周年 跟基督教也合伴的 这关于依纳诀 跟十字落望 那么基督教的牧师啊 也跟我们一起合伴 在普人大学 那他们也非常的有研究 十字落望 那时候我也参加也分享了 十字落望的生平 那第四个阶段呢 他是48岁到49岁 所以他才活了49年 那他们因为革新呢 而被迫害 那最后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有 他的早上给他两个选择 一个到乌贝达 一个叫雅培士 让他去 后来他选了这个 为什么他选这个呢 因为这里比较没有人认识他 那雅培士很多人认识他 所以他选到这里 他到这里去隐退的时候呢 那个院长对他也很不好 有你都给我带了那么多麻烦 这样子 但是最后的他去世的时候呢 因为他的脚可能长了一个什么 我们现在讲说 窩窩性组织吧 那他去世前 那个院长也回答 而且求他快速 因为他的善表 影响到他 旁边的人很多人 也就是很被他的 不知道怎么搞 就是很被他影响被他感动 大家都很游赴他 所以一个圣人有时候 他的功 他的热真的是可以影响很多人 虽然他到那个最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呢 反而很多人又在认识他 他去世的非常的 他都知道说 今天晚上我要不在天上唱日课 跟他的院长讲 那他院长也求宽恕啊 也很谦虚的 就说你把你的日课送给我 那个十字旺说 你可不可以把那个会衣给我 让我做安葬 这是很感动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他的自传 所以你可以讲说 他童年是很赤品的黑点 简单的讲 进度的时候 他的决心要接受苦俗痛苦 因为他觉得为天主受苦 含着极大的美善 这我们很不容易 我们受苦 过不去 但是他有一次 就是也是一个记载 就是说 因为他有一个十字架 很爱这个十字架 然后他觉得把十字架 放到修悦的圣堂外面 让更多的人 可以在慈祥期待 那有一次好像 耶稣这样问他说 十字幕望 你这么爱我 你有没有什么要求我的 我会给你 你觉得他怎么回答 有没有人知道 这是 如果是我肯定不会这样 他说 就给我 请你给我 五路跟亲屎 被人五路跟亲屎 所以后来就真的 他这样求了以后 过一年 他就被他们的展上 怎么样 把他 把他那个什么 降低位置 把他 不给他做 那个原来的工作 就被人亲屎 他就求这个 然后为我现在的人 当时的人也好 不要说现在的人 对不对 他都 就给我亲事跟五路 那这是我们可以思考的 如果 有人不了解我们 已经很痛苦了 对不对 有人误解我们 已经很痛苦了 可是他求的就是这个 所以他为什么 他因为觉得 为天主受苦 还能提搭的美善 因为很多修理也很不高兴 为他打抱不平 他就跟修理们讲说 不要这样醒 不管是痛苦喜乐 都有天主的旨意在 他就是那么平安的接受 看得很深 所以我们上次有讲说 他是一个什么 追求那个无限的 对不对 追求不是在有限的世界里面追求 而是向无限开放 向光明开放 好 这一次我们就是也学了灵歌 那我们也简单看一下 我们再练一下好了 你隐藏 在哪里 心爱的 心爱的 有想到我 独自盼心 因为我们就不练了 你意思吗 云幻如雄如鼓鼻式 于床上我之后 我追随武汉 却鸟如终极 我们说诗呢 就是一个诗香的语言 向无限 境界开放 渴望跟自美的彼岸 敏合 诗的空间 是不是比较大 所以呢 也是借着诗呢 那个 我们可以想得更多 好 那这个诗人的乡愁 在银歌里面表现得 零零尽致 对不对 那 诗心上达天心 化作七面的小木 小木 你隐藏在哪里 心爱的 留下我独自态使 你网如雄鹿飞逝 一创伤我之后 我追随呼唤 却鸟如终极 多么美 那也是非常深的意义 所以我们说 为何你创伤此心 却不依止 偷取了我的心 又怎能留他如此 为何不带走 这颗你偷取的心 神大德乃是说 如果我能尝到天主的翻译呢 我们就会更怎样 饥渴失误 要像若印一样的 秘拉的若印 永不磨灭 这个伤痕 是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隐藏在哪里 然后什么叫被天主的爱创伤 被天主的爱创伤呢 就是什么 天主跟人灵的接触 让受伤的 所以所谓被天主的爱创伤呢 就是吸引了一种看见 一种很深的侧悟 我们以前好像离天主蛮远的 然后这个爱的神秘吸引呢 促使我们离开受造物 跟自己可求天主 但好像我们不能好像真的 擁有天主一样 好像不够 对不对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 撕裂嘛 才会觉得创伤 是吧 所以现在越来越清楚了 是不是在我自己的生命里 有这样的经验 有这样的经验 对天主的渴望呢 又表示呢 我们正走向灵修的起步了 那你到底在哪里 他在这个观在监狱里面说 他的一个从内心的浮寒 所以那天就是在我们现实的灵修里面 我们说呢 怎样 好像都在啊 处处不在 无所不在 可是事实上怎样啊 我们看不到 摸不到 对不对 所以就会怎么样啊 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啊 或是性格不够坚强啊 因为摸不到天主 对不对 但事实上 要告诉我们的就是 反观呢 我们是有限的人 面对无限的天主 是没有办法去触到 是吧 所以事实上 在这边贴了什么 三个重点 你们还记得吗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再寻求什么 我们要寻求的是什么 天主神性本质 就是天主这个人 最近我们刚刚还在圣诞期 对不对 这个圣语呢 是天主给我们的最棒的礼物 对不对 他是隐藏在父的怀里 然后父的怀里 所以我们要寻求天主神性本质的显现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隐藏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隐藏 是吧 好 好 我们一起念一下 一个灵魂在今神 不应用用对天主多么重告的公传和敬礼 对天主的认识多么高照和阻觉 人之上这些都不是天主 也跟天主无关 因为真实的被隐藏而言 天主仍是隐藏的 好 那第二个呢 正三隐藏在哪里 灵魂的最深存有 在我们的最深存有 我们一起说 凡希望找到他的灵魂 都该离开所有色情情情感和意志的事物 在最深的寿愿中进入自己内 是万物仿佛虚无枯成 好 我们一起念好了 灵魂啊 所有受到无宗最美丽的 你这么渴望知道你心爱居在什么地方 为了寻找他 并和他结合 现在我们告诉你 你自己就是他居住的房间 他的里面内饰和灵深处 这是你其感满足和信心的事 看到你的所有幸福和希望 这么接近你 把福就在里面 或更好说 你不能在他之外 就在你歌里面 其实是很清楚的 只是比较可惜的 我们教会里面 比较不注意 所以这本书就说 这个是失落的珍珠 我们说我们有两种跟天主的关系 一种就是位纪关系 天主在我前面 我跟他祈祷跟他讲 另外一种就是叫什么 内存合一的关系 这是我们教会比较少人讲 少人去善用的 失落的珍珠 第三 为什么找不到天主呢 隐藏的天主 因为我们没有隐藏起来 这是很重要 我们没有一个人到安静的地方 像耶稣要到山上 或者是比较谦虚 我们现代的人更容易 就是很容易 就是什么都要给别人知道 对吧 另外一点 他说要寻找隐藏的天主 他清楚的指出要怎么样 欠德和爱德寻找 因为我们没有用欠德和爱德寻找 对不对 好 那不渴望满足品尝 这样的 我们不该知道的事 不要去渴望 好 那这两者 信德和爱德呢 有如虾子的服务也 我们是虾子嘛 看不到嘛 我们也看不到天主 摸不到 但是呢 信德和爱德就是我们的什么 服务 帮助我们去摸到天主 触到天主 对吗 好 所以说信德是什么 一般像旅途的双主 爱德就是指路的相当 就是我们要靠着信光爱 对不对 十字望用了颜色来代表 信呢 它用什么颜色 知道吗 爱德比较清楚用红色 望德呢 有颜色 他信的用白色 望他也有上白色 好 可以说要在信德跟爱德里面 找天主 这个是最文化的方法 因为它在我们的心灵 灵魂的盛处 我们找不到他 因为我们不但没有领藏 也没有用信德、爱乐来找天主 所以信德的灵世 心灵的灵世 我叫信德的灵世 深度挖掘天主的奥秘 深复天主的奥秘 是要信德的灵世 借着圣神的恩事 来深复天主的奥灵 就是静观祈祷 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失望是不断朝向 永恒的太阳迈进 那这个价值呢 我们有没有去正视它 它是宝贝 有没有去宝贝它 如果是一个宝藏 我们是不是花时间 花精力去找活 它只从事无限的工作 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对不对 那单单的渴望天主的本身 而不是只有天主的礼物 天主的恩典 对不对 我们要单单渴望天主的本身 信德的灵世自有 超脱不解跟障碍 单单没有向天主跟渴望天主本身 这只鸟如果小时旺有用一个比喻 如果不管是出现细线绑着它 它会得到吗 会不起来 你说啊那个我那个就是一直说你很惯 因为这个什么都不能超脱的话 即使只有一个细线呢把它绑着它也没办法飞高 这是我们要努力的 就单单渴望 我们渴望神位啊 祈祷友好的啊 什么图像啊 或者什么的 那我们飞的 就是没办法飞的高啦 没办法 就是达到那个跟天主的本质有关系 好 好 你看这小朋友呢 这个话会怎么 他们怎么样啊 也可以叫他们尽管祈祷哦 不要说只有大人啊 从小叫他们更努力 那我们的姐妹他们在那边 叫他们祈祷 当然他们没办法向我们比较长 可是呢 其实他们从小 他们心里那么纯洁很努力的 这是我们那个生命之母的什么 圣堂祈祷的那个生命之母 好 就是简单的复习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刚才有提过说 几月几号是小德兰的 一生月 所以我就决定了 决定讲一下他 因为我们说他十六七岁 十七八岁呢 他就开始念十字路旺的书 他说我没有别的 我没有别的精神十两 没有我父之肉 你们对他的那个生平 了解的多不多 一点点 他的回忆录 真的要看 回忆录 就是他的生平 他姐姐他们的院长命令他们 他们有四个修理 修理都去世了 只有四个姐妹都入了 什么 加尔莫隆修会 然后最近有一本 佛的灵魂那么小 是加尔莫隆修女的 你修女修女又重新翻译了 他那人有增加一些 或者是什么修 修 其实也是他的唯一路 可是 你们也可以参加 那这本来你的爱带我成长的 是我们会主 如正玛丽神父 上一次我有提过说 玛丽有正神父呢 跟她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她跟她关系非常的亲密 然后她1923年是正乎平满 那我们会主到说 是很年轻的时候 二十几岁 她从小就很喜欢她 比如说她当兵的时候 有子弹 子弹过啊 都是她说靠巧的 让人说她怎么样 平安度过 她的军队可以传一下 然后这边是 她比较综合她的 或者有一些 什么研讨会的 那个综合的 是很值得看的 所以你看她的生命是很短 但是很精彩 才几岁 二十四 所以她是哪一国人呢 法国人 大德兰是哪一国人 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 对不对 大德兰是西班牙十六世纪 她是十九世纪 二十世纪初 十九世纪末 那我请问你们为什么喜欢小德兰 因为小德兰是我们台湾的主宝 也是说世界各地传教区的主宝 为什么她可以 她根本没有出她的体修一步 为什么二十四岁就可以 传教区主宝 跟那个方济沙布类一样 跟那些大圣人一样 她都是为那些 带兰当常教的这些神父兄弟 祈祷 教室为他们祈祷 还有呢 或者你们 可以说说为什么你们喜欢她 神因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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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可以做得到 可是一般很凡的人 还有呢 很谦虚 很谦虚 你跟她撒着玫瑰荒 在上班 对啊 可是她就说我 啊 玫瑰荒 对 即使我 我回到天上 我要撒下玫瑰荒 所以 所以其实在 1923年 那时候我们会主的时代 我们会主的时候 就预言说 她有天会成为圣诗 不只真无比或就是圣人 那圣诗是灵修的 教会灵修的母亲 全教会 那真的1997年 那我很幸运 那时候我在法国 那我去参加罗马的 那个圣诗的那个典礼大帝 哇 那真的是场面 真的是 就是她的道理灵修 是可以成为全教会的那个灵修的母亲 好 所以其实我很多人喜欢她 这个 不只台湾啦 世界各地啊 常常特别要为神父啦 为罪人的混蛋 一些故事都是很值得去看 还很精彩 那 那 那个 这是玛丽有正神父嘛 她呢 她说小哥的使命呢 不只是为你修约 还是为什么 神的教会 那她使命是什么 爱 爱 爱 对她有讲 她说我在持武教会的心中 是什么 就是爱 对不对 她心脏一样在跳动是爱 还有呢 真理 真 好 还有呢 我们慧主讲的一个是 也是刚刚那一本书 你的爱放我成长 那是小哥俩自己的话 她说 你就是指天主 你的爱放我成长 就像那个 无底的深淵那么深 我们慧主说 她的使命是 她的 当然是在整个教会 对不对 可是这项使命 首先建立在哪里 他的静观上 这个基础来自她的静观精神 来自她对天主的什么 认识 这是在玛丽有正神父的书里面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静观生活是什么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学静观很重要 这其实就是基础 就防止的那个什么 地基一样的 静观生活是什么 我们在学静观 对不对 静观是什么 天主对我们最基本的吸引 寻求天主是 信有就是我们的整个生命 专注于一个追求 寻求跟天主结合 不然跟天主密切的关系 对不对 也寻求跟他人的结合 与整个受造界的结合 首先我们寻求跟天主的结合 但是这是不够了 对不对 你的结命里面 不只爱天主 也要爱人 那人 还有那个什么 受造界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 提倡生态 环保 那这个都是有关系 因为大自然也是天主 那天主也在大自然里面 从大自然里面看到天主 好 好 这个是石独方讲的 这个石独方讲他也是很有道理 因为他受石独方影响很大 那大得来也是 好 那什么这个静观者呢 被天主吸引的人 他能够在什么 内外发生的一切事上 看见天主的圣龙 感觉到他的手 听见天主亲自对他说的话 我问个有号 不是真的眼睛看见 也不是什么 真的手去感觉 或是听见天主的声音 不是 有个引号 就是说可以更了解 更知道天主的心意 并努力以他 天主要他的答复来回应天主 那就是我们常讲的 承袭天主的旨意 那很多人都会问 我怎么知道天主的旨意呢 如果我们不跟天主有密切的关系 当然不会知道 对不对 就像你这个好朋友 你很认识他 无所不抬 他一眨眼或一 对一个动作 你就大概知道什么意思 那如果我们很认识天主 那就很容易知道他的旨意 所以在从哪里要认识天主 从经观 从圣经 对不对 从学习道理 所以小德兰 我们都叫小德兰 就是他们这样 两个分 他就是离休的德兰 大德兰 跟雅威兰的德兰 如果是外文的话 他就小德兰 就是想说 他从圣经里面去 认识天主的个性 这样你才能够 静观 才能够跟天主更亲密 因为认识天主的个性 你才知道他的言行 才知道怎么是天主的心意 那这个就是要下一点功夫 我们能努力要做的 该做的 要努力的 我们就去做 那天主就会帮助我 我说会不会把你们遮住 好 那所以小德兰的发现是什么 他说天主的最大快乐 最大的喜乐是什么 天主需要自我给云 不求回报白白的自我给云 好 你看耶稣基督 天主就给我们了 来到马草 是天主的喜乐 耶稣基督他来了 跟我们人一样 也受苦受难 但是天主他很高兴 他给我们 圣母玛利亚 他给圣母玛利亚 也给我们 圣母玛利亚 他给云玛利亚 对不对 圣母 从出生就没有原罪 这是天主 造就他们 是吧 造就他们 天主最大的喜乐是自我给 这小的人发现 你们想想 十九世纪 那个时候是不容易的 有这些想法是不容易的 那什么是静观祈祷 我们上次也提过 就是以耶稣为焦点的信的灵事 这是天主要礼的一个教导 那十字旺讲的是什么 天主秘密平安 爱的永留 贯助给我们 那这些都是宝贝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呢 为什么我们不发时间不深入呢 静观是什么 我们一起念 隐藏的天主 那是世界 爱情与灵魂交流 并将其智慧注入灵魂之间内 所以是隐藏的天主 隐藏的天主 好 所以这个神音小道的精髓在哪里 我们想神音小道是不是像小孩子这样啊 静观祈祷的精神呢 既神音小道的精髓 不断地寻找天主的灵灾 在一天的生活里面 去寻找天主的灵灾 跟天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就是 事实 事实天主就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你不管做什么事呢 跟天主一起做 成为痴心跑流 那么唯一的念头就是 这是什么 让喜欢自我给予的好天主高兴 他那么年轻 他有这样的想法 他说唯一的念头 就是要让天主高兴 那如果一个小孩子呢 他对爸爸妈妈有这样的念头 做什么事情 让爸爸妈妈高兴 爸爸妈妈一定很快乐 对不对 如果有个人是爸爸妈妈 那天主也是一样 他就会 他就有这样的想法 那他觉得呢 静观最重要是要跟天主人 同在 并专心全神的注视他 凝视他 那透发一起 我们一贯接受的观念 如默想感觉神乐啊 他就讲 我们说如果我们到去吃喜宴啊 我们穿很漂亮的衣服 不同的衣服 那不是最重要 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什么 人的面容 他就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也是天才 对不对 他说 他的面容是我的光 我的敬礼 所以你看他的正式的名字里面 有一个 耶稣英海圣荣格兰 对他有特别的意义 好 所以你看圣经里面 不是也有依照耶稣的圣 那个 那个妇女差了 对不对 那特别是 伊撒伊亚先知 不是说他的 讲到 伊撒伊亚先知 不是讲说 他受苦难被鞭打 他也不成人喜吗 他的面容 对 对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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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样 很深入这个 很深入 那静观就是 凝视天主 注意他的容貌 单纯的 注视真理本身 这个是那个 拉丁文 OK 得来呢 注视他的容貌 是为了体会他的感受 跟他的作风 认识他的喜好 而效仿他 这样做并不是想要得到手 而谨信 是为了 让他高兴 所以从福音里找 好天主的个性的特征 所以他把福音呢 把圣经念得好熟 可能也没有很多书啊 不过他知道那个是宝贝 他会念得很熟 好 好 什么单纯的静观呢 您是天主充满神味神乐 他出你圣体的时候 是多么的心旷神怡 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 对不对 那 借着十字多望 他学会了性能的接触 就是在黑夜里面怎么样性能 就是说 不只是有神乐 还有神哭 那小时候他可能很高兴很快乐 对不对 领圣体啊 这样 就是这个信德的天主 是他成了天主的心腹 天主也将自己给了他 所以就心满意足 有了天主 天主在我们里面 我们会 如果天主触到我们 我们会孤独吗 会空虚吗 那神哭 这个神哭 无意的接触 现在大家 比如像德勒姆姆 那个印度 你们都知道他去世前年 很长的时间都是神哭 对不对 那他也是 他也是 小德兰也是 那大德兰说呢 什么 我知道你们依靠信德可以站稳 不必看见什么 不需要想什么 这是他的大德兰讲的 但是小德兰呢 他真的就去做 因为他是大德兰 他的慧母的讲的话 他记得很清楚 但是不是那么容易 对吗 既无神乐又无思想 好海中那样的单纯 他仅靠信心来祈祷 他从来不谈 他跟天主之间的细节 他只说 我在不能不乐的地道里 不能不乐的地道里 是不是很黑暗 我只有从什么 无主为章的脸 露出玉玲为光 这是他自己的话 那他讲的一个比喻是很美的 就是要看出来 他说他就像一只羽毛 微风的小厨 有人知道这个 他讲的故事吗 他说 他的时候就是乌云满布 对不对 看不到太阳 但是他这只小鸟呢 他觉得怎么样 他就一直望着神圣的太阳 却发现他被云成真主 不见一现光 不知不觉中 他就睡着了 就是这只小鸟 他说到自己的话 比如说他祈祷的时候 他临时着天主做静观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好像看不到太阳 就睡着了 他的目光一直怎么样 临时着太阳 不受狂风暴雨的影响 他知道在云后 天主的光归怎么样 从来不解 这个回忆录里面 描述的很棒 可以去体验一下 什么是静观 静观里面的黑夜啊 神窟啊 好 那 这个 之前他很有感觉的是 在修院里面 那段很长的时间 他卸色体呢 他都没有什么感觉 他只能求什么 天使来帮他 跟他一起歇圣体 那大多数人都认为 他的祈祷是一个推理的 可是其实不是 从他的一些著作 他的一些原型 那因为教会 列一个人为聖人 聖师呢 不是那么简单 对不对 一定要调查有消除啊 有很多证据 还有奇迹啊 他的奇迹非常多 真了不起啊 就是说 他实在被神姑籠罩的 也是因为神姑 让他成为一个 偉大的静观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实都要受考验 一个偉大的圣人啊 一个偉大的静观者 其实都是受到考验 所以其实痛苦呢 正法 正法面的都有 它的意义存在 好 那我们上一次有讲过 性妄态嘛 怎么样进入黑夜呢 因为你理智 看不到天空 对不对 就是进入了黑夜 所以要用性 是吧 你的记忆呢 就要生活在希望里面 你的意志呢 也要自立爱主爱人 我们摸不到 我们处不到天主 但是我们要用性妄态 来帮助这些进入 这其实有时候 像黑夜一样 对不对 单纯是什么呢 单纯是单纯的注释 单纯的注释真理 注释天主 单纯不是懒惰 不是懒惰 我们现在都说 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有时候就是为了懒惰 所谓的单纯就是怎么样 非常单纯的 是很复杂的 不添加什么的 有物品的自然 本性 那 格兰的清官就是 这么单纯的淋事 一点也没有省味 甚至在黑夜中 有人会认为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太简单了 而正是这个单纯的 使它怎么样 打到什么 高峰 我还会认出 静观像 这个十字旺讲的 像一束光线 如果那个玻璃非常干净 怎么样 光线透过的话 没有什么阻碍 对不对 那如果说有灰尘 有什么才会正好 才会那个 那十字旺指出 心灵的静观就是如此 它的纯净使它完美 它的单纯使它超越 对不对 若说仁慈是天主的属性的话 变作的领领风 那么单纯呢 就是本体幻类的起点了 这比较是哲学的名词 我们会觉得 天主是最单纯最仁慈的 那天主是扩散的爱 指望以单纯的仪式 在信德内跟天主相亲 完全的把自己交出 那大德来说 透过信德跟天主爱的交流 绝对丰富我们的灵魂 这些圣人讲的话都是 不约而同的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把手伸入水里面 海里面 手不能不湿 跟火怎么样 触到火 我们不能不热嘛 对不对 那如果用信德跟天主接触呢 怎么样 也不能不惜到他无穷的美善 所以你做静观呢 你渴望呢 跟天主接触 慢慢就会被他改变 给他时间 就是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自由 天主不会强迫我们 但是就是我们自己愿意 他就会工作 就会工作 什么叫变化人心的注释呢 人跟天主单纯的来往 使我们接触到天主 所以由于人的简单 和诚服 使他成为天主的心腹 会遇到他的幸福 这种接触很有效率 人跟天主一切结合共融 如果持之以恒 将是灵魂充满人头 充满天主的性体 爱 敬主 跟人影的交往共融 是从这静观发展出来的 那静观的观角色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说 静观真的是会转化 对不对 可是一些附加的因素 可能阻碍这种转化 减少他的功效 妨碍他的成绩性 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怎么样 放不下 我们执迷一些 我们的思想也好 我们的喜好也好 我们的需求也好 我们的道理也好 都放不下 所有次要的 不重要的歌手票 都成为我们跟天主接触 交往的半价石 如果你想想 如果你去踏山 跑到很高 对不对 你在移路上 你是不是都要一些 改变自己 本来以为是这样的 就是第三 可是你要往上 你一定很多都要怎么样 有一些新的发现 新的 要碰下一些东西 如果用背包来讲的话 越轻越好 太多包袱 跑不上去 是潘登教 莫洛山那本书讲 当初的精光使小德兰的心灵 充满天主 充满超信的 圣德跟领悟天主的词边 正是他的精光祈祷所结的善果 他不是一种绕绕绕绕绕的 说不完的祈祷 而是一种凝神专注 不断注视天主 你跟祂接触 密切结合 让祂的爱 能够在我们身上 怎么样 零零尽致的发挥 那他是不是不做客修呢 不是喔 有时候 就是说客修跟使徒 我们有一些好像 我们都知道是天主来完成的 可是有时候我们都说 我们自己来好了 来代替天主 我们很棒很聪明 是不是 像这次的那个 Covie的话 我们就说 比方说人定胜天人 大家都不敢讲了 对不对 大家都比较谦虚一点 是吧 他客修跟使徒 事业的骄傲 有时候就是我们都很会做 我们想代替天主啊 神秘生活过得不错 遇到困难再说啊 就是 其实内心就是不是那么谦虚啊 就是说 如果真的是都是天主完成的 那我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 英雄跟圣人也不一样 英雄是靠我们自己嘛 我们尽力啊 我们的自力啊 圣人不是喔 圣人是什么 是让天主在他身上怎么样 等圣人 只有让天主随意在我们身上 做他想做的一切 我们才能成圣 幻言之呢 我们完全遵照他的指示和光照时 才是他的真正耳虑 对不对 好 难道他不做刻苦吗 没有 他的刻苦是什么 就是他进好他的什么 本分 他比如他的工作 比如说他的更衣所工作 他扫地啊 把他做好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他以前的院长讲的 他们在一列圣禮的时候 他有一些作证 一些人 结界所 按照良心在天主台前 怎么样 终于指手 这就是他的客修 我们有的人 他那个工作 妈妈一天到晚就在厨房 在家里打扫 好好的做 这就是他的客修 就是我们的客修 对吧 而不是说你做的丰丰类类的事情 才是文端 对不对 这样的客修 一方面很有功劳 一方面也不容易 对不对 所以为伟大的神力佳 跟静观者 那这个呢 不是很特别 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 就是因为什么 离习的恩典完成的 我们都可以 身为一个神力佳闻静观者 他说 让别人认识好天主 就像 他所认识的一样 让别人爱天主 就像他所爱的一样 人人都被召教 静观者跟天主的结合 有没有这样的渴望吗 有 有 那是很重要 要这样的渴望 我讲到这里 主要的我是要 给你们讨论几个问题 我看看应该在哪里 咦 好 到这边来 这上次我会有提过 对不起 三个问题 好 来 你怎么样跟天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好 第二个是 什么是单纯的民事 第三个是 人人被召教成为静观者 在这条跟天主密切结合的路上 你需要做哪些努力跟突破 我们用个几分钟分享好不好 三四个人在一起 可以吗 附近的三四个人 看看喜欢 分享哪一个 那也彼此认识一下 好不好 十分钟 那接这个时间 如果有人要洗手 可以喝个水 可以 再干净 那三个你们的水 因为我们时间不多 因为重要一定要留个时间 祈祷 因为祈祷 你听了那么多 你这里都不懂 没关系 可是你会祈祷就够了 就不用完全走 可是你会静观 那就重要 因为这些只是帮助我们 如果这些不帮助我们 不用了 那不平常 感谢这位大哥 平常就是会有露营 所以如果还可以加入祈祖的 尽量 就是服务人员 这样的话 这样以后我就不用复习 少一点 就好 以后就简单 带过 因为你在家又看过了 比较容易 那你们就自己找人 找人以后 也许 对 然后彼此介绍一下 然后讨论一下哪一个人 等一下有一个人出来报告一下 看你们的风险 好 我是碧云 我很高兴能和荣幸能够 大家以大家分享 我要分享的是说 我跟圣母的关系 如何建立 因为我自己本身 以前是有忧異症 自从好的时候我就把 就把圣母妈妈 跟爹丁组的关系 抓来很紧 我每天都定时定量的时间 时间到了 以前是要吃安眠药 现在不用了 就可以自然的睡觉 一觉就可以 四点起来 我就自然做 那时间 一过一天的时间就醒来 我就是第一个找课 第二个就是念明慧经 我没有做这些工作的话 我就觉得说 好像播得很不顺畅 我就结论是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跟天主关系 是很享受 真的很享受 真的很享受 跟天主关系 密切的结合 真的我们每天 跟天主的时间 也好的 就是要做这些工作 好 那你们跟天主 可以分享什么其他人 我很高兴 就是因为我 很能够享受 这个大自然 之前在大生 就是姐妹真的很帮助我 可以说 说他们的名字吗 修连 阿毛 还有美容 医师 他们都很关心 很爱我 因为我那时候 幼异症很严重 他们都在帮我 为我祈祷 每天 议实力量 有九点时间 就是开始 念唱歌 读经 然后念玫瑰经 然后不知不觉的 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好了 我十几年的幼异症 凡切组 炸美组 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 各位兄弟姐妹 大家好 我是美丽 我是水南堂 今天我们四位 刚刚分享了自己的 那种在 敬拜天主方面的心情 那这位姐妹讲 她当时要顾小孩 又要念玫瑰经 然后赶快将玫瑰经 把你念完了 有一种 好像是应付 那我自己也曾经这样子 就是觉得说 今天这些事情 要念的经文 要看的圣经 然后 变成一种像 学生的猴可 然后给她应付了事 那 这位姐妹 也能跟你说到了 就是说 每次 以前她刚进入的时候 她听神父说 这是我的身体 我也没牺牲 她会觉得说 这么恐怖 这么可怕的事 怎么可以发生呢 可是到现在她觉得 当她听到这个时候 她觉得是 就是一种欢乐 一种喜乐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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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好 来 好 我们的第一题 就是有一些 呃 我们就是工作前的时候 会想天主 就一天开始的时候 把天主就邀请在我们的日常当中 这样 那也有说 诶 以及帮忙别人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跟天主建立关系 又或者是 自己的软弱都交给天主 而且 诶 你会发现天主其实接着注意 这样 那也是一个建立关系的一个方法 那至于那个单纯的凝视呢 呃 就是我们讨论一下 应该 比较像是 就是 静下来 就是可以在 无论是吵杂的 或者是 呃 自己个人 坐在教堂上 但是很多干扰的时候 还是可以把它 安顿下来 静下来 那就是一个单纯 一个凝视 这样 就是看着 聆听 一个聆听的耐度 没有呈见 那 最后我们 觉得要做静观者的话 就是 还是要 就是要怎么样学习 有一段时间吧 然后去 呃 呃 就要放在天主 把自己放在天主面前 然后 嗯 然后 一样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怎么样把自己把它放下 那都是我们还要在 努力的 对 那我个人觉得 那个 单纯的凝视 可能 呃 怎么样 也需要在天主的指引吧 对 某种程度上 还是要这样子 好 非常谢谢 谢谢 呃 呃 做单纯的 你身后做静观呢 其实 第一个 你要很有心啊 第二个 要很心 然后 要选一个好的 安静的地方 啊 不一定教堂啊 教堂很少很多人 这个很好 然后 你要把电话关起来 啊 然后 呃 因为你做静观的时候呢 你呢 如果你真的安静下 你毛细口 会怎么 你抬 所以你的衣服不要够 还有那个窗户不要对风吹 好像这些都是可以注意的 那 就选最好的时间给天主 不要累了 或者是 呃 忙其他的 然后一点点时间才给天主 选最好的时间给天主 那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 我们给天主的时间都上了 可以问我自己 好 好 好 还有哪一组 我们这一组 你没办法每一组 好 大家晚安 我叫江苏联 我们这一组 刚刚我们这一组 刚刚秀珠 秀珠姐她分享说 她在这个第一体如何与天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她是透过每天的万弥撒 功领圣体 然后民工圣体 那 毒经 她每天念了好几串的玫瑰经 对 所以她透过这一些的 跟天主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 她每天都好像在跟天主谈恋爱 然后充满了活力 为天主在工作俯传很有果实 然后那个美容姐妹 方美 方美 那个才是美容 看着方美说美容 那个方美她说她今天刚好在教堂操练 那个什么是单纯的凝视 她在教堂一直凝视的这个天主 那她有时候失去就会跑掉 可是她又会把她找回来 她有察觉的能力 那她说她得到今天得到了一个 天主给她的一个恩惠 你自己念 天主告诉我说 你不用用导航来寻求天主 要用你的心灵的沉浸你的心寻求我 那时候你自己的真我就会显现 你心灵必会感受到我的灵灾 我的灵灾就在你的心灵当中 感谢天主 真的很棒 不需要导航 只需要天主 那我自己就讲这个第三题 人人被遭教成为静观者 在这条与主密切结合的路上 你需要做哪些努力而突破 我们做的努力就是今天来上课 而且我们要持续一直来上课 然后就会突破 我相信 用我们的信心去相信 但是在做这个静观祈祷的时候 我们等一下就要到圣堂 去练习这个静坐 那其实我之前就有跟张敬修理 他会带我们静坐 那时候也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在静坐的时候 就是吸气吐气 会头晕 会头晕 然后呢 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突然不知道怎么呼吸 然后你就整个错乱就对了 包括因为跟修女 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在一起 也没有在做 做那个呼吸 吸气吐气 这次又来上课的时候 我开始又发现这几个礼拜 我又开始觉得我快要死掉 可是我相信我一定要突破这个 就是没关系让它死掉吧 然后我一定要活起来 因为这个吸气吐气 它整个要进入静观 哦这个很难 真的很难 但是我们不怕 就是即使停止呼吸了也不怕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就是在寻找天主 我们就是要找到天主为止 谢谢 谢谢 因为那个呼吸是可能每个人不一样 收敛心神呢 方法呢 也可以不同 不是只有呼吸 可能刚刚有的人开始呼吸很困难 有的人闭眼睛很困难 所以呢 不要太强迫自己 慢慢来 闭眼睛很难 闭闭 闭闭 那呼吸的话呢 也轻松的呼吸 就好 它会慢慢找到自己合适了 当然 可能張兄弟教你們自我常見 所以我有提到說深呼吸這是一個方法 其實還滿多的一些收心的方法 那收心的話習慣以後就不用那麼長 因為我們在練習目前練習 我都跟你們做一樣比較長一點 然後安靜下來 但是慢慢的比較熟了以後 其實是可以改變的 他有那個屹立的很好 我想天主定的教練 那我私下問過素顏 說我們班大概需要一個班長 可不可以請他做的 他很慷慨的說願意 我愛的掌聲 因為有重要的事情通知 我想感恩 那是不是我想其他組沒有機會 不過就跟你們分享 慢慢的大家也跟著吃 在組內試大家可以彼此扶持 彼此祈禱 其實祈禱是更重要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 花時間在祈禱上 那每一天每一天 有固定的時間好的時間 是給天主的 好不好 那這樣先祈禱 祝大家也這樣充滿恩典 健康平安 那我們就收一收 那比較不敢的人 等下結束的時候 再回來幫忙 恢復好嗎 好 不重要我們就放重要就帶著